大家好 澳大利亚最近因为新冠疫情 突然复发了 澳大利亚准备封锁国境 而且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 澳航 宣布除新西兰以外全部国际航班 全部听飞 现在最新的消息持续到10月底 有消息说澳航中断国际航班 可能要中断到2021年3月份 现在澳洲航空定位系统仍然有国际航班 未显示取消 但是飞往国外的国际航班 除飞往新西兰以外其他航班 到2021年3月28号全都是什么 连程航班 连程航班就是说指定合作伙伴 他们来飞行 澳航没有飞机飞行 比如阿联酋啊英国航空啊国泰啊澳航 不再接受国际航班预定 所以大约是在2021年3月28号 之前澳航都不会再 再有飞机飞往国外了 澳航澳洲航空的执行长 艾伦乔伊斯表示 目前预计到2021年7月 明年7月 国际航班都不会有较明显的 重启 澳洲 到明年7月都不会有 重启了 你看看澳大利亚 这个疫情啊 澳洲航空未来几年营收 必定大大降低 必须要尽快重整 规模较小的航公司 目前澳大利亚航空已经把全部 12架空中巴士 A380机队 全部封存 那个飞机太大了 现在这个基本没什么人坐飞机 飞那个大飞机 耗成本 赶紧封存 预计要停飞三年 三年不飞 想想澳航有什么收入 人吃马胃 也没人做 你看看澳大利亚的经济 咱们到年底再看 澳大利亚现在反华 反华反这么起劲 咱们看看最后的经济 澳大利亚现在只和新西兰之间有飞行 有往返 就说澳大利亚 对外已经基本上变成封闭状态 澳大利亚现在很多人都说问我澳大利亚为什么现在这么反华呀 急先锋啊 你看到内部情况就知道了 政客他会把什么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 弄得香港这个事 哎呀香港没人权了 对中国不好 中国对香港人不好 我们招香港人来 香港人哪你现在有飞机去吗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现在是疫区呀 现在是三位数增长 每天是三位数 我不知道香港人移民到澳大利亚怎么想的 自己可以去 但是你得先买这机票 到明年7月份之前可能都买不着机票 澳大利亚航空就没没机票 哎呀 厉害啊你厉害你去吧 去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这个反华你从政治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很多是因为啥 经济不行了澳洲经济完蛋了 我告诉你吧 后续可能房价还会跌 然后呢 产业 中国是基本上 很多东西限制澳大利亚产品 而且中国实际上有些东西 中国不像在讲的吗 中国经济完蛋了 中国熄火了 经济 增长缓慢了 不光中国经济缓慢 美国经济也缓慢了 世界两个火车头 经济都缓慢了 澳大利亚你这点出口产品 有人买吗 没人买了 所以澳大利亚的经济会越来越糟 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也不好然后疫情又严重老百姓这么多怒气 澳大利亚人想明白了吧 找中国呀 找中国算账 这样这些政客人家能继续执政你老百姓你骂中国就行了 把这个锅甩给中国 另外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大陆文明的强权特别的南海澳大利亚也是 长时间 关注的南海 南海决定海洋文明他未来 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中间这个重要的南海 澳大利亚一定要参与 所以啊这就是告明白了 澳大利亚第一他反华有先天的优势 他海洋文明 大陆文明 中国吗 中国吗 现在 你那帮这个 天天抄自由民主的你也不要以为啊 你自由民主了澳大利亚就不反你了 你自由民主了 你自由民主你只要是影响到海洋文明的生存了 照样反你 反的更狠 而且利用你民主的这个漏洞 养一帮小养一帮小人是不是啊天天骂你 在内部瓦解你 大陆文明就完蛋了 海洋文明一定要切割你啊 各个击破 近期呢实际上就是说政治因素啊 经济完蛋了澳大利亚经济完蛋 然后 他现在必须得把这个矛盾向外输出 老百姓必须得找一个指责的 你不能指责政府啊 是吧你指的疫情政府 这么大的 得病了这么多人 然后我们去工作也没了 经济不好 也没订单 那我们找谁去找中国 全是中国 然后招一帮香港人来移民我们给你政策 我告诉你啊没有香港没有多少香港人去 没有多少人香港人去澳大利亚自己人都找不着工作你香港人去干嘛呀 谁傻呀自己去干嘛问你 澳大利亚自己都找不着工作你去干嘛 你又不是他本国人 傻吗 所以澳大利亚这时候可以呀 我就说吧你来吧 他也知道你来不了 现在连航班都没有 这是我对澳大利亚的观察 你就明白了澳大利亚 它是所有的逻辑 最高的是文明的冲突 他是海洋文明 他一定要控制海洋 跟着美国一块 对吧 一战二战澳大利亚通都是冲在最前面的 跟着这个他这几个是吧 表兄弟唐兄弟一起 控制人类 人类这个海上这些通道 那近期呢 就是因为啥 南海 南海冲突 他也要跟中国显示自己 国内转移一下国内矛盾 经济不好 然后疫情老百姓有 有一些怨恨 应该转移出去 香港这个事好香港 用香港这个事 骂中国 然后澳大利亚人说 中国不好 咱们焦点都在中国这 不在这个政客这 你可以看到了吧澳大利亚 所以有时候说吧 你说这个民主政治啊 它能有什么 能有什么 像自由民主啊 客观公正啊 最后你发现其实玩的还是这一套 玩的还是 没啥意思 我看了一下 没啥意思 咱们都是说你能看我节目的 你都是聪明人 你是不是也看透了 西方这些政客 你看看啊 有一天中国也玩自由民主了 玩的最后不也是这一套 自己玩我永远正确 就你们是坏的 然后为了自己啊 这个本身文明发展的这个程度 跟你们其他人对抗 不还是吗 你说 哎呀 既然要对抗呢 我觉得还是不如让共产党跟他们对抗 共产党组织能力还强一点 虽然有时候不喜欢他 那你说这个东西 既然是对抗 咱们还是抱团也好 比较好 这是我的基本的逻辑 哎呀 有时候我看这些政治看多了 没啥意思 其实大同小异 你说 我要为这个什么自由民主我去献身为他们哎呀 歌功颂德 看看乐一乐就行了 其实已经那么回事 你也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你看完这一套 你看有啥意思吗 玩的不还是这些 民粹 所以有时候你说中国自由民主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你自己想吧 我觉得自由民主了中国其实 没有多大变化 其实还是那么回事 人类社会是是躲不过去的 就这些这些 凡是有政治吧 这些东西躲不过去 有些 烂糟的事还会发生 哎呀 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反正让我说澳大利亚嘛我就给你告诉你 我觉得未来呢澳大利亚是一直会跟在美国后面啊 而且呢 他就算啊 就算这个 老百姓都失业了 就一点收入都没有了 他也要跟中国对着干 这个你要有前提 上升到最高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 它是文明的冲突 他是不会为自己受了什么 哎呀我没工作了没饭吃了 我就跟你中国妥协了 不要有这种幻想 这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在说这是文明冲突 这里边很多中国人哪他有幻想 这是我跟澳大利亚跟英国跟美国 跟他关系好了各个击破 他们就会啥就会 有一些跟中国关系好了 有些不跟中国关系好了 各个击破嘛 我拉拢一派打另一个 他们是一体的海洋文明 你拉不过来的 最后他吃了你的穿了你的然后照样打你 你记住照样打你 他是海洋文明 跟你整个这个 说白了控制世界 他这个方法 脑子里想的方法都不一样 不要那么 怎么说呢丢掉幻想吧 我的意思 中国人丢掉幻想 很多中国这些 文化人吧 你说有影响力的 他是什么 他有幻想 他他不懂什么叫海洋文明 什么叫大陆文明 他还有幻想 还玩这个 胡萝卜大棒主义呢 威逼利诱 以为 给人家威逼利诱就吃你这一套 这是我觉得最低级的 你现在就得有一个底层逻辑 就是他们软硬兼施都不吃你这一套 就是要跟你干到底 因为这个到最后就是文明的冲突 你中国得有这个准备 所以看最后吧 就澳大利亚我告诉你啊 他是不会服饿的 而且是肯定要跟你干的 所以以后澳大利亚这种新闻呢 你看看乐一乐 就行了 他跟你是变成敌对国家 你你你都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那个 基本上中国就成为 大陆文明的代表 澳大利亚呀美国呀英国呀 海洋文明代表 这就要对决了 你心里有准备了吧 哎呀 所以有时候吧 你看我给你讲完了 你所有的心里都踏实 未来怎么发展 你也知道了